你住的小子里 我走了一间公寓 为了相遇你不期而遇 考中三年 我为什么 为什么不好好读书 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 我找了份工作 比你苏珊很紧 当我开始学会做答题 才发现你不知早餐 你又擦肩而过 你耳机听什么 能不能告诉我 躺在你学校的条上看 信用教室里 的灯还亮着你没走 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 都什么年代了 到现在我还在写着 总有一天总有一年会发现 有人默默地陪在你的身边 也许我不该在你的身边 等你收到情书 也代表我已经同仁 抱怨也行 深洁 就是